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刻打开了门 出于好奇的小女孩走了进去 木偶主持人在剧院的舞台上举着欢迎的牌子邀请女孩落座 六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故事一 禅厨之母 在法国山上的一个旅游景点 一对年轻的夫妇遇到了一个巫婆 他们和巫婆交谈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然而半路上丈夫被一个神秘的时刻吸引 于是她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去找巫婆 巫婆给丈夫看了一本古老的书籍 书上面有禅厨之母的记载和画像 随后丈夫喝了巫婆给她的水后看到了一个金发美女 二人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丈夫醒来后看到自己身边躺着的竟然是禅厨之母 随后妻子回来寻找丈夫 却被禅厨之母杀死了 接着丈夫也被杀死了 故事二 我爱你 丈夫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但是她却总是怀疑自己的妻子出轨 忍无可忍的妻子决定收拾东西离开 丈夫为了留住妻子 竟然将妻子残忍地杀害 故事三 梦怡 妻子总是遭受丈夫的家暴 而丈夫总是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梦里 还是现实 她觉得自己精神出了问题 于是去找心理医生 接着画面一转 妻子正端详着坐在椅子上睡着的丈夫 后面的显示器上显示着丈夫此刻在梦里经历的事情 妻子割下丈夫的眼睛 睡梦中的丈夫还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 故事四 事故 一个小女孩正和妈妈讨论着什么叫做死亡 车窗旁边出现了一个帅哥 骑着车和他们并行 接着帅哥撞死了一只突然窜出来的鹿 帅哥非但没有对鹿祈祷 反而拿出了刀子将鹿头割下 这一刻小女孩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死亡 而此时在剧院里的小女孩 发现剧院的座位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木偶 故事五 记忆收集 一个传记家通过收集女人的泪水来写传记 她可以通过女人的泪水来了解他们经历过的事情 某天她收集了一个吸毒孕妇的羊水后 就被困在了未出世孩子的记忆里 只能选择自残双目换取生的希望 剧院里的小女孩听到这里 开始呈现出木偶的形态 故事六 甜食 一对热恋中的情侣非常喜欢甜食 在这种生活下 男友逐渐穷困潦倒 她拼尽全力挽回女友 却未见效果 而女友依然喜欢吃甜食 接着女友把男友骗到了一个聚会上 将男友分尸吃掉 六个故事全部讲完了 剧院里的女孩也完全变成了木偶 被装到了箱子里 这部电影比较光怪陆离 但是每一个故事拎出来看 就会觉得细思极恐 对看腻了经典恐怖片的小伙伴来说 是一部值得看的作品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